那我会决定出演这个戏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现在的时代而言 日韩中间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可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反而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国与国的感觉 而是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去沟通 怎么样去建筑他的情感 怎么样去交流这样子 所以身为一个演员 可以在戏里面表现出个人之间的友谊 他觉得这是身为演员最大的幸福 所以他也挑战这次的角色 这样回答有没有很认真 我得罪人了 那既然他已经提到这个日韩 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他 他应该是第一次有机会跟韩国的导演剧组合作 然后他也有很多跟 其实我们也都看到他有不同的 跟国外好莱坞其他的地方的合作经验 谈一下这次特别的交流对他来说 有没有特别的经验上面的一些难忘的事情 然后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这次跟韩国的那个摄影团队合作 那基本上在日本的时候 因为一定都会就是 日本的前置准备一定做到百分百完整 可是后来就是拍出来的镜头跟画面 不见得会是真的有多好看这样子 那可是呢 对对对 可是呢就是韩国那边 虽然他们的准备没有到百分百那么完美 可是实际到现场的话 会去感觉现场的空气 那个镜头跟演员之间的互动 然后拍出来的东西拍出来的画面 却是非常生动完美的 那我觉得就是以身为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经验比在日本好 然后身为演员有这次的经验 我也觉得非常的就是开心 有认真好有认真 我对不起 好 来我们吧 有记得之前跟Steven小文哥在这个地方 你之前两年前有见过面 对对对 好厉害哦 那时候导演专题的时候是你邀请我来的 对对对 很高兴又见到他来到 既然他自己提了我 我再问一个小问题就丢给你们问 就是那就问一下伊士郭基辛 他什么时候还在准备 他自己导演的下一个点 这是让应该是rasyca的 那现在日本的小时数字 Cloud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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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自己可以当导演 然后拍出一个相关的作品 好 因为奥运是 我希望这部片也是 就是跟这部上天然高一 尽量去淡化国家 跟国家之间的感觉 因为接下来奥运要举办的话 日本也是要迎接 非常多的外国人来到日本 那我希望这样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可以在新作品里面呈现出来 好 我们也很期待 好 那我们现在把 剩的时间